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走在熟悉的道路上 一切都那么亲切 自然 在海华学院充实的一天 就这样开始了 我是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的一名在校学生 从步入校园的那一天起 海华学院精彩分成的校园生活 就令我深深地爱上了这所学院 我的校区就位于沈阳市东陵区 学院成立于2000年7月 是辽宁师范大学按新机制和新模式 举办的全日制普通本科学院 畅阳在530亩的宽阔校园里 有图书馆 教学楼 体育场 宿舍区 满眼的新气象 新活力 年轻的朝气充盈在校园的每个角落 这里有3000多名在校学生 并肩而行的同学 可能是学习英语 队语 或者计算机 艺术等不同专业 来自全国各地的我们 说着不同的方言 但是我们却能在如此融洽的学校氛围中 聚集一堂 谈天说地 每天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伴着回荡在校园的上课铃声 我们这群对未来充满可求的年轻人 就这样迈进了知识的殿堂 在海华学院 知识的传授和学生的培养 都是极受重视的 学院实行独立的教学组织和管理 聘任了一批经验丰富 素质过硬的专家学者 从事学院教学与学生管理工作 在他们寻寻善有幽默风趣的授课中 我领略到了人生的真谛与价值 海华学院还积极吸收国内外不同的教学经验 与日本北陆大学的交流合作 为我们提供了开阔眼界的机会与平台 还有很多研究课题 已经取得了省十二五高等教育课研课题的立项资格 开放的教学模式 让更多如我一样的年轻人 对未来有了更大的信心与展望 为学院同时也是我们的专业发展 开拓了更为广阔的教研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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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德博学 自强不息 这是海华学院对我们最大的勉励 也是令我们受益终身的教导 学院设立了各种奖学金 鼓励积极探索与钻研的学习精神 浓厚的学术氛围 让所有置身在其中的人 都能感受到这所文化学院的魅力所在 学院里各类社团百花齐放 不管我有没有特长 只要抱着一颗热爱生活积极参与的心 就能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文艺会演 体育竞技 知识竞赛 课外安全教育 我们在快乐与合作中 培养了深厚的同学友谊 也为自己的兴趣爱好 找到了最大的施展平台 在我眼中 海华学院的每一天生活 都是这样的充实和快乐 我想我的人生正在从这里启航 因为海华学院的教育 让我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和自信 它传递给我们的专业与品质 让我相信从这里走出去的每一个学生 都会在未来的人生旅途中 肆意飞翔 大有作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